田丹在这里做这样者已经一个多月了 搬运大桶的巴斯消毒液还有大桶的酒精 是他觉得最累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他和十几名队友两个小时 搬运了28吨的巴斯消毒液 250斤的这个原液 然后等于上面全部没有抓的地方 我们全部要手去搬 他们裤上都是黄色的 就是因为这些原液腐蚀掉了 独自在武汉生活的田丹 怕在荆州老家的父母担心 一直瞒着他们自己做志愿者的事 就是隔天我要发我做的菜给他们看 就是保证我是在家里 然后他们会就会想 你是在家里做饭在吃 这样就不会担心不会乱想 到现在也不敢放朋友圈 退役军人须雷是志愿者团队里的一名80后 因为身体壮实动作迅速 他被队友们送了个亲切的外号老虎 他把东西超厉害 一分钟他可以甩多少个 基本上那一车全是他吓的 为什么叫他老虎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力气大 又高又壮真的蛮厉害 对这孩子们 说真的叫他们叫孩子们一点不回过 小我十几岁的 他们从来不叫苦比较累 说几点来就几点来 跟他们在一起我也比较开心 这些志愿者的出现 让医疗物资保障点工作人员的压力 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志愿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叫汪兆毅 是一名00后 还在读大二 2月1号 正是疫情爆发期 汪兆毅在网上看到江岸区招募志愿者的通知 就赶紧报了名 第一波来的那群医生 他们年龄最小的20多岁 也跟我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却能独当一面 然后给我感触很大的 我觉得我也坐不住了 就想参加志愿者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起初工作人员觉得汪兆毅年纪太小 不打算录用他 但是他一再坚持报名 最终如愿 除了搬运和分发物资 汪兆毅还要在各单位来领取物资的时候 负责盘点 这时候就需要格外认真细致 每个人他是根据分量来算的 你有时候因为我也发物资嘛 你有时候少数数掉一份 或者给别人多了一个 那另一个设计可能就会差或者影响 所以还是要心思细一点 就不能太粗糙 忙完一天的工作 记者跟随汪兆毅回家 因为做了志愿者 每天都要七八点钟才能回家 虽然每天都很累 但是汪兆毅却觉得很充实 其实我觉得累 累我觉得还好 就是毕竟体力嘛 休息一下就可以和恢复 还是只希望快一点 快点把这个事情过去 因为我还是蛮想去学校的 虽然自己年纪小 但不要把自己当小孩汉